两斤羊肉 我给你画个钟馗 来镇镇镇 你的屋子里的杀气 小的不用 就凭小的手里这把刀 小鬼见了 也得大哆嗦 眼前的老汉 想用自己的一幅画 换两斤羊肉 没想到竟遭到了屠夫的拒绝 这把老汉气得够巧 不换什么 我自己换酒 屠夫不相信鬼神之说 可不料到了半夜 竟真的出现异响 家中看门狗狂吠 同时妖风四起 吓得屠夫不禁感寒 第二天失魂落魄地 跪在老汉门前 求一幅钟馗避邪 我这儿 杀气中 就得有这么个恶神 才真的住 老汉并不计较之前的事 来到屠夫家中作画 下笔流畅 一气呵成 只过了片刻 变化了一幅 唯妙唯笑的钟馗 引来路人纷纷侧目 人群之中 有一个身着白衣的公子 见到老汉作画 快步上前 跪在地上 拿出印章 请先行落款 我没款 老汉拿起公子手中的刻章 端向许久 告诉对方 这章上的名字刻错了 可公子却不承认 拦住老汉去路 非说对方就是大唐化身无道子 尽管老汉再三否认 但公子就是不依不饶 非要在内服中魁上落款 逼老汉承认自己就是无道子 结果遭到了老汉的训斥 你不是诚心败事 公子确实不是诚心败事 他到这座村里的墓地 便是为了找到化身无道子 安史之乱后 太上皇唐玄宗被幽禁于宫中 晚年失忆的他 心中无比想念杨贵妃 为解相思之苦 便花费重金寻找化身无道子 为杨贵妃画像 若有人能找到 风官家觉赏银千两 消息传到民间 令各路文人侠士激动不已 化石唐安州 就是其中之一 可无道子早已辞官下落不明 想找到他并非一世 因此 唐安州只能漫无目的地游走于各村之间 这天 他偶然投诉一家客栈 一进门就被客栈内的风雅之运吸引 我们家掌柜的 喜欢街交文人雅士 所以定下规矩 往来客人 凡难无闻怒没者 时速皆免 只需 为小客栈留下大作 唐安州一听 来了兴致 当即叫来执笔 挥秀之间 便画下了一旁抚情女子的风采 落款之后送于客栈 掌柜红将看过画作后 敬佩唐安州的才华 命伙计为妻准备一间上房 以贵宾招待 就在这时 客栈来了一位 蓬头垢面的老汉 自顾自的在一旁喝酒 在座的文人雅克 嫌弃老汉衣着肮脏 便让侍女将气赶出门外 掌柜的看他可怜 也不碾他 每次也只赏那二两酒喝喝 侍女搬出红将的名头 这些文人也只好作罢 卖红将一个面子 可老汉却不肯安生 起身细细端详起了 唐安州的画作 评价道 用墨娇而不润 运笔立足却无气 行满却无神 一旁的唐安州听到这话 心生不悦 谁知下一秒 老汉嘴里含着一口酒 全部喷在了画作上 气得唐安州当场发尽 要与老汉拼个你死我活 红将见此情景 挡在老汉面前 辩解他不过是个疯子 希望唐安州不要与其计较 唐安州本想压制自己的怒气 谁知老汉竟在一旁添油加醋 这幅画 火气太旺 就该给他消消火 这让唐安州怒气更深 时间便要砍人 危难关头 红将不得不挺身而出 你可忘了 这画 是我的 杭安州自知理亏 不得不挺手 夜里 老汉与红将饮酒相谈 原来两人是旧相识 彼此之根之底 老汉的真实身份 是画身无道子 曾在皇帝身旁扮奖 出入皇宫如履平地 因为画迹超群 深受皇帝喜爱 被赐予非有赵不得画的金牌 可他厌倦了充满限制的生活 为了自在地作画 趁安时之乱词官隐居 成了衣衫蓝绿的乡野村夫 而红将本是罪臣之女 全家被杀 只有他一人侥幸活下来 被老汉所救 躲进这座村子里 开了客栈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默逆之交 红将想起今日老汉鲁莽的行为 心中不免担心 唐安州会因此纠缠 而老汉则不以为然 唐安州纠缠些什么 另一边 唐安州仔细端向内服 被喷了酒的画作 才发现其中的精妙之处 原本木讷的线条 经过这一口酒的认识 竟平添了几分神域 一番打探下 他得知 老汉平日 只靠给乡亲们 画门神造王爷混口饭吃 为了摸清老汉的底细 第二天 他亲自前去登门拜访 此时的老汉正在钓鱼 他几番自爆家门 老汉都没有理会 手足无措的他 擅自走入门中 却发现老汉家中 穷困潦倒 酒气熏天 片刻之后 老汉钓完了鱼 来到一家羊肉铺前驻足 馋得两眼放光 用一尾鲜鱼 换你 三斤羊肉吧 二两肉 要便换来 哎哟 你这饿鬼 怎么这么小气呢 老汉见买卖不成 便竖起两根手指 提出给他两斤羊肉 他就帮屠夫画个钟馗避邪 屠夫不肯 老汉气得拔腿就走 一旁的唐安周 见老汉没空理会自己 便打算回到客栈 一路上 他看到家家门上 都贴着老汉画的门绳 心中十分疑虑 因为他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 一个整天喝酒的乡野村夫 怎会画出这般 栩栩如生的画作 为了搞清楚这一切 第二天 他再次来到老汉家中拜访 晚生唐安周 特来求教 一连叫了几声 房中都无人回忆 情急之下 他进门查看 此时的老汉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唐安周见状跪在门口静等 谁知这时 老汉猛然起身 跑到母鸡面前 捡起刚下的新鲜鸡蛋 给自己做早饭 将唐安周视为空气一般 晚生成心求教 还望不计前嫌 即便唐安周好话说尽 老汉依旧装作听不见 吃完鸡蛋便回到他上继续睡觉 这让唐安周顿时手足无措 其实唐安周几次三番的拜访 老汉都记在心里 夜晚 他与红将饮酒时 提起了自己的内心所想 良才美誉 当之可惜 在他看来 唐安周确实有才华 可以收为徒弟 但他心高气傲 需要磨练一番 于是等唐安周再次登门时 老汉主动招他前去 并且交给他两个分头 唐安周虽然感到恶心 但为了拜老汉这个师父 硬是咬着牙 干完了所有的活计 他的努力 也自然得到了老汉的认可 这天 有乡亲委托老汉到家中 画一幅观音 只见老汉刚一握笔 神态便犹如仙人一般 泰然自若 下笔流畅且灵动 落于纸上的观音响 神采飞扬 唐安周被这一幕震惊 有如此卓越画功的人 当今世上 唯有吴道子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所想 唐安周出言试探 先生还没落款 我没款落 可这句话 并不足以打消唐安周的疑虑 为了进一步确认老汉的身份 唐安周趁夜 亲手雕刻了 写有吴道子名字的印章 第二天 待老汉替乡亲做完话之后 他直接拿出这枚印章 交到其手上 不是我 说吧 老汉转身而去 可唐安周却不依不饶地 跪在老汉脚下 直接了当地说出 老汉的真实身份就是吴道子 随后恳求老汉随他进京 他愿意终身为老汉当牛做马 可老汉却说 他心思不纯 你不是藏心白事 学生藏心白事 却不是所败何人 你学的是话 败的是话 但没有修心 两人的争执 惊动了百姓围观 红将潜入其中 旁观许久 为了彻底打消唐安周的顾虑 替老汉解围 他果断出面 嘲笑老汉衣着邋遢 行为粗鲁 并质问唐安周 这样的人 是否就是唐安周眼中 大唐化身的模样 红将此话一出 引得众人大笑 唐安周面子挂不住 只得作罢 夜里 红将来到老汉家中 劝说他干脆承认自己是吴道子 光明正大的收唐安周为徒 可老汉却说 事情没那么简单 圣上曾对他下旨 非有赵不得花 如今村里人人家中 都有他的画作 若他此时承认身份 犯了欺君之罪 所有人都免不了罪责 何必呢 我是画我的 并且 老汉认为 唐安周并非真心拜他为师 而是看中话上的名声 想借吴道子的名号 坐享荣华富贵 说到这里 就连红将也不免感叹可惜 两人借酒消愁直至深夜 殊不知另一遍 红将殿中的管事杨拓找到唐安周 密谋要将村里 所有老汉所作之话 都以吴道子之名落款 以此逼迫老汉承认身份 原来 杨拓也是贪恋功名利禄之人 想借此机会 与唐安周一起共享龙华 这不是君子所为 我做小人 您当君子 杨拓拿走了吴道子的印章 盖在了家家户户的画作上 红将得知此事 当即猜出 是唐安周所为 为了不再给老汉招惹麻烦 他所幸福双倍价钱 将唐安周逐出客栈 事情到了这部田地 唐安周也不再掩饰 直接向老汉承认 自己到此 就是奉太上皇之命 来寻找华圣吴道子 说完 便以落款之事 威胁老汉承认身份 你犯的是欺君之罪 那些印 可落实了 老汉看出 唐安周心中执念极深 为了让其彻底死心 他所幸称吴道子已死 并将其带到了一座 刻着吴道子大明的坟墓前 唐安周看到眼前场景 仍然不愿相信 可闻人的蜂蜂 让他做不出挖坟掘墓之事 于是只好作罢 与此同时 红将发现 自己的家书不翼而飞 这让他顿时产生不祥的预感 于是夜里叫来客栈众人 分发家产 寄希望于 偷走他家书的人 能够主动归还 今天我会在房间等 如若你们帮我寻到家书 与我送来 我将与房企相走 红将苦等许久 也不见有人前来 殊不知难封家书 早已被杨拓偷走 交给了唐安周 当年 红将家中被判满门抄斩 红将借吴道子之力 侥幸逃出一命 倘若红将最臣之女的身份曝光 必逃不了一死 两人此举事想 利用红将的身份做把柄 威胁吴道子跟他们进攻 为了证实吴道子到底是否已死 唐安周彻底抛弃了文人峰 趁夜掘开了坟墓 当看见墓里 只埋葬了皇帝御赐的金牌时 他终于确认 老汉 就是他做梦都想找到的吴道子 红将自知找不回家书 便来到了老汉房中 此时的老汉正在不停作画 仿佛即将封闭一般 两人痛快对饮 彼此心中都清楚 今夜过后 恐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 如今 又能与先生 共饮杯终酒 红将 真是不忘此生啊 红将看着酒杯思绪万千 心里暗自做了一个决定 等回到房间后 唐安周带着从墓里挖出的金砖赶到 并戳穿了红将的身世 威胁他前去说服老汉进攻 红将闻听此言 不禁冷笑 可惜他还想收你为徒 说你是个习化的家财 老汉曾笃定 以唐安周的天赋 略加点拨 不出三年 便能成为大唐第一化石 可惜 一切为时已晚 唐安周此时已经无路可退 第二天 他赶到老汉家中 看到房间里满满都是画作 顿时大怒 你无诈扰啊 已经是犯欺君之罪 如此画法 你岂不是自觉生路 唐安周奉劝老汉 把所有画作献给太上皇 换取一条生路 可老汉却不以为然 当年若不是安禄山反唐 他恐怕一生都将困在宫中 不得自有 那款世人称献的金牌 对他而言 不过是一方枷锁 他费尽千辛万苦逃出来 只是想要随自己的心意 自在作画 如今要他重返宫中 继续当奉命作画之徒 他自然不情愿 不仅如此 他还奉劝唐安周 莫要因少年弃胜去博取符明 可唐安周却打定主意 必要借吴道子成就一番誓言 我就是要当堂路士 我就是要轻视流明 我要的 就是你的符明 我要的 就是你这只手 说吧 唐安周拿出了红将的家书 以红将的性命威胁老汉 跟他进攻复命 老汉看到眼前场景 才终于认清唐安周 是个不可救的小人 就在老汉诧异之时 客栈侍女急冲冲地赶来 常规的 抛尽自尽了 此话一出 两人当场愣住 在看到红将尸体的那一刻 才终于肯相信这个事实 原来 红将知道 若唐安周以他的性命做要挟 老汉必然会为了情义而妥协 他不愿成为老汉的拖累 因此只能舍弃自己的性命 换取老汉的自由 唐安周得知此事 后悔莫及 这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了名利的沼泽中 做出了伤害他人性命之事 从那天起 他便为民不振 整日酗酒 可杨拓却不准备善罢甘休 为了独揽功名 他将官兵带进村子 找到了老汉 不仅如此 为体现自己对朝廷的忠心 他更是谎称 是老汉亲手将村里左右的画作 落上了无道子的款 此话一出 官兵勃然大怒 当即下令要将村里27户百姓 全部拿下 就在这危难关头 唐安周挺身而出 这无道子的章 是我所可 但这27家画上的款 却是这羊拓所落 唐安周看着老汉如今落魄的样子 心痛万分 此时的他 依旧不忍一代画上无道子 沦落至此 于是当众承认了老汉的身份 可官兵却不肯相信 你确信他是无道子 我用巷上人头保证 说吧 唐安周为老汉解开枷锁 随后举起了老汉那只 沾满污垢的右手 他这一路走来 历尽千辛 为的就是这只 能一日画出嘉陵江三百里的手 这只手在他看来 是老天赐予大唐 赐予世人的宝物 官兵见唐安周 将这只手说得神乎其神 便命令手下 洗去老汉手上的污泥 查看是否为画师之手 而唐安周 虾尽的仿仿仓的看着这只 令天下文人雅士向往的手 渐渐陷入癫狂 如果唐安周 有些 神不出 如此神妙之手 我定能登堂入室 老汉再也听不下去 唐安周的疯言疯语 一刀下去 砍断了自己的右饼 亮枪的独自离去 这一出闹剧 至此终于结束 几年之后的一个大选天 颓废许久的唐安州 再次去拜见老汉 此时的老汉仍然坚持用左手 为百姓作画 唐安州看到眼前场景 才终于领悟所谓化圣 并非皇帝所般的服名 而是一种超脱世俗的境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